美国一项广受欢迎的投资移民计划经过优化后 重新吸引寻求移民中国富人的兴趣 美国EB5投资移民计划始于20世纪90年代 至今已筹得于400亿美元资金 尽管该计划的初衷是将外资引入经济欠发达地带 并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 但其中大部分资金都流入了光鲜的城市项目 如纽约市的哈德逊城市广场 臭名昭著的EB5投资移民计划 旨在吸引中国富人阶层的资金投资美国 该计划要求对某些项目的投资不得少于80万美元 并且必须在两年内为美国创造至少10个全职工作岗位 如果满足这些条件 投资者及其家属就可以获得美国绿卡 及永久居民身份 新的EB5规则允许移民身份 更容易地从学生或就业签证转换为永久居民 快速获得绿卡的前景 似乎重新点燃了投资者的兴趣 乡村项目被认为是一个新的类别 因此应该不会出现任何积押 这些项目通常涉及农业 制造 旅游等领域 对当地社区有更大的贡献和影响 为啥说臭名昭著呢 一是门槛高 二是每年一万个签证名额中的五分之一 明确分配给了乡村区域项目 乡村区域指的是地处大都市地区以外 人口少于两万的地方 每个国家可获得的签证配额 不超过每年一万个配额的7% 也就是说20%项目在乡村 而且每个国家每年只有7%的名额 竞争压力非常大 我个人的看法 如果你真的有那经济实力 加拿大 澳洲都是比美国EB5更好的选择 加拿大和澳洲都有类似于EB5的投资移民计划 但他们的门槛更低 签证配额更多 审批速度更快 移民政策也更稳定和友好 而且加拿大和澳洲都有优质的教育 医疗 社会福利等资源 以及宜人的自然环境和多元文化氛围 对于想要提高生活质量和保障家庭未来的中国富人来说 这些国家可能更具吸引力 美国EB5投资移民计划 虽然经过优化后 重新吸引了一些中国富人的兴趣 但它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和风险 相比之下 加拿大和澳洲等其他国家 可能提供了更好的选择和机会 因此 在考虑投资移民时 应该慎重评估各种因素 并做出最适合自己的决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